你即将看到的是土星19个卫星的真实照片 这是土卫6,泰坦 它的半径是地球的0.4倍 是土星最大的卫星 也是太阳系中第二大卫星 土卫6的大气层让它看起来像个模糊的橙色球体 但就是因为有了如此浑浊的大气 才让天文学家认为土卫6上很可能有生命的存在 这是土卫5,瑞亚 是环绕土星运行的第二大卫星 它的表面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装机坑 这是土卫8,伊厄伯托斯 是土星的第三大卫星 不同于大部分的卫星 土卫8的赤道部分突出,两极凹陷 曾经遭遇过猛烈的陨石撞机 土卫8上有5个直径超过350公里的装机坑 这是土卫4,迪厄涅 它的表面主要由冰构成 从地球上观察 它是土星最亮的卫星 观察它只需要一个物镜大于10厘米的望远镜 这是土卫3,特D4 和土卫5,土卫4相似 它的表面也是由冰构成 并且也遭受过天体的装机 充满了装机坑 这是土卫2,恩赛勒达斯 2014年,NASA宣布 卡西尼号在土卫2的南极地底 发现了厚度约为10公里的海洋 经过深入分析 土卫2上依然存在地质活动 同时位于南极的冰火山 依然还在往外喷射大量水汽 和其他挥发物质 这是土卫1,米马斯 从照片看 它更像是个百般雕琢的大铁球 但其实它是由大量冰体和少量的岩石构成 由于遭受过大量的撞击 它也并非是个完美的球体 更接近卵型 从这里开始 之后的照片依然是土型的卫星 但形状要跟一般卫星有些区别 这是土卫7,海比尔林 它是太阳系中最大的非球型天体 也是自转最不规则的星体 和上面的卫星相比 它更像是个天体撞击后形成的碎片 这是土卫9,菲比 直径大约220公里 同样 它也是个不太圆的卫星 更像是个被橙子破坏的马铃薯 这是土卫10,杰尼斯 它绕土行一周只需要0.7天 由于速度太快 不容易找到 首次发现还被认为是物宝 这是土卫11,阿比莫托斯 唯一特别的就是 它和土卫10同处一个跑道 这让天文学家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是土卫16,普罗米修斯 满身的撞击坑让它更像是个皮肤不太好的土豆 这是土卫17,潘多拉 这是有史以来潘多拉最清晰的照片 从照片上看 我更想叫它Potato 这是土卫12,海伦 从照片看它更像是个马头 又好像是个大心脏 这是土卫15,亚特拉斯 由于距离较远 它的照片拍得不是很清晰 这是土卫18,潘 它完全处在土形A环 N克环凤中 像是一个在羊群中的牧羊犬 只不过这个牧羊犬 长度超过35公里 这是土卫13,泰勒斯托 长度约29公里 这是土卫14,卡里扑索 对比其他行星 它要更不规则一些 这是土卫32,莫托涅 它的外观呈卵形 表面很光滑 很可能它是由非常轻的物质形成 受到撞击后 表面的物质可以流动 从而修复撞击痕迹 到这里 卡西尼·惠根斯拍摄的19张土卫照片 我们已经看完了 但这些照片也只是卡西尼·惠根斯号 20年工作生涯的冰山一角 这项总经费高达 32亿6千万美金的土星探索计划 在2017年9月15日宣告结束 卡西尼号也同时坠入了土星的大气层 结束了20年来的探索人物 但它的所见所云 远不止这19颗卫星 下期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土星环 我是一号 带你探索宇宙 好了 我可以试试的 是一个试试的